开载节即将到来 实际上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消息 在开载节之后会有非常多的新车发布 其中一款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 Produa Elza 接班人 D27A MPV 而在之前我们也已经获得了这款车的详细资料 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 D27A 还有讲一下别人所不知道的外观细节 我们都知道 D27A MPV 这款车的原型车 来自 Daihatsu 的 Xenia 还有 Toyota 的 Avanza 其中 Avanza 有两个版本 就是普通版的 Avanza 跟 Avanza Velos Produa 的版本肯定不是 Velos 因为 Velos 这是留给 UNW Toyota 的 Produa 采用的是普通的版本车型 但是它们在外观上面进行了重新的设计 虽然维持了一样的 LED 头灯组 但是在这个 grille 也就是水箱护罩上面的细节 做出了很大的更动 首先采用了非常多的点撞式镀刻材质 看起来有一种 AMG Line 的感觉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设计风格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Render 图 也就是渲染图的设计 有一点接近大概是 70% 左右了 这样的设计风格 跟 Xenia 还有跟普通的 Avanza 相比起来 是帅气不少的 而且这个颜值我相信马来西亚人应该会很爱 发布之后这款车变成马来西亚最畅销的车款 基本上是板散彬丁的事实 只是会不会影响到 Arus 呢 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接下来的重点就是 这款车是 Prolure 首款 采用 DNGA B 打造的新车 它的轴距达到了 2750mm 比起 Elza 的 2730mm 还要长了一点点 虽然说只长了一点点 但是因为这个 DNGA 平台的重心更低 加上空间运用表现更好 这款车的空间会比起 Elza 大不少 我们可以从这个印尼的官图看来 这款车其实蛮复活一些目前流行的趋势 例如说 Car Camping 车内露营 所以我相信这款车蛮适合这样子的玩家购买 因为有着很好的空间运用性 还可以去露营等等 这个真的是一个不错的户外活动车辆 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上一代的 Avanzar 采用的是后轮驱动平台 这个是因为印尼市场有时候路况不是很好 加上他们需要载中午 因此需要这样的设计 但是在新一代的 Avanzar 上面 因为改用了 DNGA 平台的关系 所以它变成了前轮驱动 所以这辆车的舒适性 还有开起来的感觉 肯定会比上一代的 Avanzar 更好 大家绝对不需要担心这款车的驾驶感 更舒适性 至于在内装的部分 我相信有很多朋友都关注 而根据我们得到的资料 这一个 D27A MPV 的内装设计 就是跟普通的 Avanzar 一样 有着这一个独立式的触屏主机 然后接下来 Prodo 会在一些细节上面进行修改 例如说在印尼版本的 Avanzar 还有这一个 Senia 是没有电子手刹车的 电子手刹车只有 Veloz 版本有 可是 Prodo 的版本有电子手刹车 至于在仪表的部分暂时我们还不清楚 不过相信继续沿用这个 Aktiva 的数位化仪表 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毕竟这样的话可以节省点成本嘛 接下来就是在这一个氛围灯的设计部分 Prodo D27A MPV 是没有氛围灯的 这个我觉得有点可惜啦 可是它的触屏主机是支援 Android Auto 还有 Apple CarPlay 的 这个也是 Prodo 首款支援这两个功能的车型 那么另外一家国产车你们自己啊嘎啊嘎啦 至于在安全配备部分 印尼版本的这个 Avanza 还有 Senia 呢 它们的安全配备其实已经很丰富了 像是这个远近光灯 自动调节 车道偏离警示 自动紧急刹车 这个前方撞击预警等等 其实它们都可以在这个车上面看得到 可是马来西亚的版本不只是如此 它们还多了一个印尼版本没有的配备 就算是 Veloz 都没有 那就是 SCC 其实有这个配备也不奇怪啦 因为目前像是 Myvi 啊 像是这个 Aktiva 其实都有了 SCC 所以 D27A MPV 呢 有这个 SCC 也不奇怪 这个是根据一些已经去 training 的销售员 告诉我们的资料 所以我想见可行度还是非常高的 有 SCC 这一点就代表了 Prodo 的诚意 因为我们已经比印尼版本的车型还要更出色了 引擎的部分呢 如果对比旧的 Elza 算是一个升级 因为旧的 Elza 采用的是 1.5L 的 3SZ VE 引擎 而在新一代的 D27A MPV 上面 它更换了我们熟悉的 Dual VV Ti 1.5 自然进气引擎 最大满力表现是 104.6 HP 峰值扭力表现 136 Nm 变速箱同样的也不是四速的自排变速箱 而是跟 Myvi 还有 Aktiva 一样的 DCVT 变速箱 这个变速箱是具备了齿轮的 可以让你在高速巡航的时候降低引擎的转速 来达到一个更好的宁静效果 还有更好的油耗表现 根据官方的数据呢 这款车可以达到 22 公里 1 公升的出色油耗表现 但是相信这样的油耗表现 应该是在高速公路定速巡航 110 达到了 一般的市区驾驶的话 相信是做不到那么漂亮的油耗 但是以 MPV 1200 公斤的车重来说呢 它可以做到一个 13 公里 1 公升 14 公里 1 公升 我觉得都是非常不错的表现的 当然采用了这个 DCVT 之后 它的加速表现也会更为出色 我们参考一下 Myvi 就知道了 现在的 Myvi 0-100 加速只需要 10.2 秒 我相信这个 D27A 可能做不到那么出色的成绩 但是呢 MPV 都是乃在人的 不需要那么快 对不对 最后要讲到的就是这个价格还有车型分类 价格我们暂时是不知道啦 但是具体这款车的顶配版本价格会介于 Artiva 的顶配版本以及这个 Arus 的入门版本之间 大概是 RM7 万多 虽然相比上一代车型是贵的那么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新的平台更大的空间 更多的配备更好的安全性这个前提之下 贵一点点还是值得考虑的 而且这个是顶配版本的价格 如果你觉得顶配版本太贵的话 你可以选择其他的版本 对了这款车型呢有三个车型 也就是跟 Artiva 一样 X 版本 H 版本跟 Advance 版本 三车型任选 我相信起步价应该会是从 RM6 万起跳 然后接下来大概是 RM7 万左右 这一个价格的区间呢 虽然说有点跨度大 但是我觉得还是合理的 接下来就是要讲到它的发布时间 据说这款车会在马来人开载节之后发布 也就是说应该在五月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款车的 实际上目前 Elza 已经处在停产的阶段 所以需要一个新的车型接上也是合心合理的 那么接下来呢你们就要Follow 我们的频道 Follow 我们的网站 因为有第一时间的消息 我们就会马上为大家送上 最后就是这款车会不会叫 Elza 呢 我们暂时还不知道 因为官方一直都是用 D27A 这个代号来称呼它 所以我们就看一下新的 MPV 会不会叫 Elza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还有我顺便Follow一下Instagram还有小红书